今天来看一台华硕的飞行堡里fx50v 刚刚机主把它送过来的时候都已经快不行了 我指的是电脑不行了 不是机主啊 机主还可以在那哭呢 说什么刚写的论文还没来得及保存 电脑就不开机了 迫切的需要我拯救它的爱机于水火之中 那我刚刚帮它试了一下 确实不开机 接上电源按开关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先把它核心部件主板给拆出来 这个主板还是挺干净的 绑载了一颗i7-6700HQ的CPU 来给它插上电源看一下什么问题 插上电源之后 直接就是一个0.22的带机电流 注意是带机电流并没有开机 这个带机电流属实是有点高了 判断应该是带机短路 先给机主下达了一个并微通知书 让机主带着硬盘先行撤退 那既然是带机短路 先来测一下带机电路的对地组织 3V对地24 5V对地正常 这时候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3.3V对地有点偏低 再来测一下南桥供电的对地组织 已经完全是零了 这时候基本上可以判断南桥已经凉了 但是为了准确一点 还可以再翻过主板来测一下它的USB数据线的对地组织 USB的两个数据线是直接进南桥的 第一个是无穷大测不到组织 无穷大了 再测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直接短路 第三个也是短路 第四个依旧短路 OK 此时此刻可以给机组下发一个换南桥手术通知书了 拆下南桥的散热片 张扬一下伊龙 OK 已经给它安排了一个来接盘的 SR2C4 对应的应该是HM170或者175的南桥吧 已经把它的南桥拆下来了 老规矩 先把焊盘给清理干净 然后把这颗接盘的南桥给装上去 换完南桥之后 再来测一下对地组织 3V已经恢复到350 5V的正常 再来测一下南桥供电 已经有100的对地组织了 再来测一下USB的对地组织 有4根线 第一根是540 也是540 4根数据线的对地组织 已经全部正常 这种6代的换完南桥之后 还需要改BIOS 先把它的原来BIOS系面拆下来 读出原接的BIOS程序 修改完之后再刷回去 就可以了 现在再来插电试一下 已经可以正常上电 看电流的话应该已经OK了 现在给它接上屏幕 再来试一下 我渴望漆黑的屏幕中 赏现出华硕的logo 来了来了 它来了 华硕的logo它来了 beautiful 是i7-6700HQ 没错了 OK 可以通知记住 来交钱取机了 不错了 。